富里吉拉米带部落一年一度的丰年季即将于8月20号到23号登场 部落13位的青年勇士们今天在部落青年代表兰姆路的率领下 到县府前的广场报信息 花莲县长徐真伟在原名处长陈建村以及客家事务处的处长的陪同下 接受了部落线上的槟榔、小米酒、腌猪肉等丰年季的信物 并表达支持与祝贺 代表兰姆路也热情地邀请县府与乡亲们参加部落丰年季与族人们共同来同欢 临吉拉米带部落一年一度的丰年季即将在8月20号到23号登场 部落13位青年勇士们18号在部落青年兰姆路的率领之下 前往县府广场报信息 现在其中在原名处长陈建村以及客家事务处处长彭宇主的陪同之下 接受了部落线上的槟榔、小米酒、咸猪肉等丰年季性物品 并表示支持与祝贺 代表兰姆路也热情地邀请县府与乡亲们参加部落丰年季与部落中的同欢 依照先议员哈尼嘎造陪同吉拉米带部落青年代表 率领部落青年勇士们共13人 在部落丰年季的前夕 身着的鲜艳部落传统服饰 以热情聊聊的歌喉、唱者歌谣来到县府报信息 并且邀请县长徐正位以及民众在8月20号参加吉拉米带的部落丰年季 部落文化传承已延续相当的重要 现在徐正位表示 感谢部落青年代表以及部落青年勇士们远传而来来报信息 更感谢族群文化传承不断努力的主人们 发扬云住民传统优优良的文化 让部落传统记忆代代传承 以名不朽 也欢迎全国乡亲利用周末假期来到华林深度认识华林云住民文化 近距离地接触文化部落之美 同时现在许中也特别邀请华林参访的新竹县关西镇 礼俗出京会 一同参与报信息的活动 昨天会理事长曾经许提到 看到部落主人们与行动支持原住民文化传承是相当的感动 祝福部落年年喜乐年年大丰收 欣赏更与部落青年与贵民们跳风年纪传统舞蹈 感受花脸特有的原住民文化热情 现场气氛充满了欢笑以及活力 谢谢观看